城里清洁宫看不起新来的乡下临时宫 没想到新来的厂长竟是她的爸爸 你们干什么的 大姐 我们跟王主任约好了 在这里等她的 女人见周雪儿拿起妈布替她干活 又听她提起王主任 她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些 既然跟王主任约好了 那就在这里等着吧 没事 我闲着也是闲着 这小两口年纪不大 倒是个有信机的 王主任 既然你们俩已经盖上了 就去卫生堆吧 王主任 你让我们俩 跟一群大爷大妈们在厂里扫地 怎么 你们还不乐意 临时宫能进卫生堆 你们就透着乐吧 专场清闲的工种有限 连关系户都安排不过来 普通工人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车间上班又苦又累 还是三班倒 唯有卫生堆是长白班 不限学历和工作经验 工作没有压力 厂里不少工人削尖了脑袋 都想进卫生堆 这样也好 反正是临时宫 拿遍厂长细气来潮 请民荣誉人员的时候 说不定早把这俩人忘了 王主任 我们还年轻 不想到卫生堆混日子 不如让我们到车间上班吧 车间可是散漫脑 而且又苦又累 你们要想清楚 王主任 我们想清楚了 我们是从农村来的 失苦耐劳一点问题没有 愿意去车间上班 愿意下车间 这事就好办多了 厂里职工但凡有一点文路 都会想方设法逃离一线 弄得厂里行政和后勤队伍 越来越庞大 车间一线工人却严重不足 你们把这掌表格填一下 等我开完会 再来通知你们到车间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两人一看顿时乐了 原来是昨天跟周曼在一起的刘影 在这里都会遇见她 真是冤家路窄 哪一条规定 我们不能在这里的 这里是大和专厂的行政办公室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出去 那两块哪儿待个去 你说对了 这里是专厂的行政办公室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居然问我来干什么 我爸妈是这个厂的职工 我妈病退 我顶班来了 哦 这么说 咱们今后就是同事了 就凭你一个相巴佬 还想跟我做同事 做梦还差不多 周雪儿知道刘影受曼影影响 看不起她 不想做过多解释 只含笑说 虽然我们俩只是临时工 但好歹咱们在一个厂里干活 不叫同事 你说叫什么 原来只是临时工 实话告诉你 专厂的新任厂长是梅儿的亲生父亲 梅儿只需要动一根手指头 你就只能乖乖卷扑盖走人 姐姐的亲生父亲 是周家村的周星福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不要以为 他拜了一个干爹 就可以数点忘祖 忘了自己的身份 什么干的事的 谁是你姐姐 梅儿是楚家的独养女儿 哪来的妹妹 我不管你是通过什么关系进的专场 只要梅儿一句话 你们就完了 看来姐姐梅儿是厨厂长家 千金这事肯定是真的 能不能继续在这里上班 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看了丈夫一眼 双方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思 见周雪儿 跟肖天龄被自己对得哑口无言 刘颖心里很是得意 总算报了昨天的一件之仇了 不过他们俩是通过什么渠道 什么关系进场的了 要是能把这两人跟梅儿的恩怨 投入一点给王主任 日后王主任肯定激我的人情 王叔你还记得我吗 姑娘你找我有事 我是刘颖刘大明的女儿 你忘了 厂里有个女职拱办了病会 让他女儿来顶替上班 应该这事来报到了 想起来了 去办公室显田掌表 然后到人事课办入职手续 王叔我是你看着长大的 今天我要送你一份大礼 你办公室那两个人你可要注意了 嗯 他们怎么了 他们跟楚厂长的女儿有过节 王明阳对楚厂长的家庭情况 他略有了解 听说周曼在乡下刚接回来不久 怪不得会跟这两个年轻人有些瓜葛 小刘 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最好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 浩义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还不领情 王叔他俩肯定在这里是待不长的 过不了几天 唐主任 你不是一直说你们车间人手不足吗 我办公室有两个年轻人 去你车间吧 没问题 让他们跟我走 唐主任 他们可是临时工 我是车间主任 我不管他是什么工 只要好好干活 在我这里就是好工人 小柔 小笑 这是智转车间的唐主任 你们跟他去吧 他会安排你们工作的 唐主任 谢谢你 唐灵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会如此激动 而且两人质朴 而真诚的微笑 也赢得了他的好感 你不用谢我 好好干就行了 伯叔 除厂长有没有提起过我 你只是个信入之的普通员工 除厂长为什么会提起你 你还不知道吧 我跟除厂长的女儿是好闺蜜 你不许要告诉我这些 伯叔 你知不知道 除厂长在家里最听谁的话 小刘 厂长的假设 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议论的 你还是把信思放在 如何搞好本职工作上吧 别老想着走捷径 我叔 除厂长对梅儿的话 向来是言听计从 我好意告诉你这些 是不想让你犯错误 一个黄毛丫头 竟敢在我面前涨狂 简直无法理喻 刘影员以为只要抬出楚梅儿这顿大神 王主任就会热情地 替他张罗一个好工作 没想到竟碰了一笔子灰 看来还是要亲自去找周梅儿才行 梅儿还在睡懒觉 你先坐 我去叫他起床 这都快中午了 梅儿还在睡懒觉 这也太幸福了吧 刘影 你烦不烦 人家正做好梦呢 你骗这个时候来 对了 你今天不是上班去了吗 怎么第一天就六号了 我哪敢了 有你爸在上面站着 我敢调皮捣蛋 这是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爸现在是大和专厂新任厂长 可是我的顶头上司 妈 我爸调到大和专厂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你呀 整篇只知道完 家里的事你从不关心 你爸到专厂的任命年前就出来了 爸妈就是想告诉你 也要有机会吧 到破专厂当厂长 还不如在经济委当主任呢 好歹在城里 别胡说 这是上头的安排 在哪里都是工作 叶青秋知道两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 她在一旁不方便 于是借口做饭主动避开了 咱们昨天才分手 你今天就又跑我家里来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的取向有问题呢 嘿嘿嘿 你这么漂亮 架势又好 我要是男的肯定追你 俗话说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刘颖不愧是梅儿的闺蜜 总能挠到她的心里 梅儿却仰作生气 哼 别胡说八道 你这么急来找我 到底什么事 你知道我在专厂看见了谁 谁 周雪儿和肖天灵 你没看错吧 他们怎么会在专厂 不会的 他们就是花城辉 我也认识 他们去专厂干什么 不会是去买专吧 买专得有钱才行啊 你看他们拿穷作样 像是能拿出钱买专的人吗 这倒也是 不过他们俩虽说现在只是临时工 但你要是再不出售制止 转成正式工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对啊 周家和肖家的社会关系 我最清楚 他们怎么可能进专厂 这是我也纳闷啊 为儿周雪儿和肖天灵 昨天那么猖狂 要是再转正当了工人 有一天岂不是要 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 就凭他俩 下辈子都没有可能 不过周雪儿和肖天灵 在楚孝天身边 这也太可怕了 我好容易才在城里站住了脚 要是他们俩把我的绅士泄露出去 岂不危险了 我可不想重新回到周家村 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为儿 现在你老爹做了专长的厂长 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不替我安排一个好工作 人家知道了 肯定会笑话你的 这么说 我还必须替你安排好工作了 要不怎么说咱们是好姐妹呢 不过梅儿你不知道 刚才在场班 那两个人有多狂妄 竟像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呢 哼 你不用急我 我知道怎么做